各位晚安大家欢迎认识到来 我是小徐来 咱们今天聊聊上海 聊聊上海疫情 聊聊油管的这些up 最近关于上海的疫情 可以说是铺天盖地的各路讨论 这个不绝于耳 真是两岸原声提不住 青州已过 清明节 咱们来聊聊这个上海的疫情 这个今天很意外 这个有一个 应该说是佛罗里达这个秦先生的 频道的粉丝 很意外的这个给我是留了言 说实话 平时这个有机会 见到他们的这个留言不多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的粉丝 和这个秦先生的粉丝 大体上应该还是两拨人 当然有些人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小部分的重合 但是这个部分应该不会很多 而且我相信这部分网友 一定是这个思维 非常开阔的人 能同时看得了我和秦先生 应该是思维非常开阔的人 我呢怎么会看到这个网友给我留言的话呢 因为最早呢其实还是我先看到了那个油管 著名的那个天津人啊 著名的一个天津的一个up啊 他呢这个和他以前的这个最近这段时期啊 这个应该说和他一贯的这个做法吧 就是一致 发了这个几张小图片 然后配了几行次最后的话呢 这个算是辅上一个观点 当然这个一如既往的让我是嗤之以鼻啊 有点看不懂 他呢配了两张图 左面那张呢是张文宏 右面那张呢是纽约前那个州长 科莫啊 张文宏呢说这个 这个美国的这个就是医疗器材啊 那个试剂啊 这个医药用品吧 不错啊 这个纽约纽约州的这个前州长科莫 说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些东西不行 然后呢他就得出一个观点 他说这个到底姓哪个鬼啊 姓这个张买伴 还是姓那个前纽约州长科莫啊 等等啊 我想说啊 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这个咱们又回到这个1966到1976年了呀 就随便就把一句话那拉出来 就对这个人怎么 要不要再戴个高帽子啊 绑到大街上再转个五圈 就这种手法 这种红卫兵一样的这个断章取义的 就只是拿一句话出来 就要给人一个道德 这个制高点下去 要制人死地的这种手法 2022年了还有人 看不懂这是什么吗 连司马南现在都不太 都不太谢于用这样的这种手段了吧 怎么已经2022年了 还有天津人在用这种手法呢 你还真是取义之乡出来的人呢 就这种东西的话 我都懒得去回答 我都懒得去这个反驳他 我只是啊 这个看了这些东西 我都已经是觉得是 就像一个笑话一样啊 但是呢 这个话说回来啊 如果说你大量的这个一些 你的这个观众群啊 都是一些这个没怎么见过市面的这个年轻人 说句不好听啊 你偏偏小孩的话 你其实这样做的话是对的 如果说你是 你的观众群 是要靠 是要靠那些这个 怎么讲 讲给那些啊 比你经历阅历更丰富的人 如果你是想做给他们看的节目的话 就这种东西 一看的话 就以后再也不想看你了 当然我这期节目不是为了说天津人 我这期节目的话呢 其实是想说一些别的 咱们说回来 那个佛罗里达秦先生的那个网友啊 那个粉丝啊 他就说这个没什么奇怪的啊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天津人 他其实一直就是这个货啊 怎么怎么怎么 我就不学给大家听了啊 但是呢 我只是想说 这个最近啊 说句实话 我一直啊 对于这个 大家对于上海这波疫情以来啊 这个得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批评谩骂 包括一些这个地狱黑啊 我是百思 不得其姐姐啊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会最后就搞成这样 但是啊 这个随着啊 这个最近几天以来的这个 不断的在网上啊 去观察一些新闻 不断的这个听到各种各样的频道的一些这个不同的声音 尤其呢 今天这个老五啊 他做了一期直播 里面的话呢 反正除了我一个说上海好的啊 就没有一个在给上海说好话的人啊 当然人家也没有没有说的如何如何不好啊 只是从他们的角度看起来啊 这个有一些东西啊 他可能说啊 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科学的问题 完全是把它把它当成一个政治的问题 那我觉得我就不太同意这种观点啊 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吧 我先把这个 这个有关于这个秦先生粉丝的这部分说完 因为受了这个粉丝的影响 我今天啊 心情就特别的好 因为我觉得秦先生的粉丝啊 到我这来情况很少 然后呢 我就去看了几眼 这个秦先生的频道啊 说实话 我也没想到啊 随着这个上海的疫情的这个蔓延 甚至是这个密集性的这种爆发啊 没想到那些个这个说句不好听的吧 一些这个恨国党啊 一些这个反贼们啊 这个这个称呼绝对不是贬义的啊 你要知道在油管的话 这种称呼绝对是主流啊 像我们这种 就是我自己这种吧 我也不能代表别人啊 我我自己这种这个小频道的话 绝对是一个非主流的啊 因为我呢不喜欢实话实说 我也没有必要去讨好任何人啊 我自己说我想说的话 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没有必要为了粉丝们高兴或不高兴 我去考虑哪一句话合适 或者哪句话不合适 我做频道的目的就是 把我自己认为看到的一些真相 告诉大家 就这么简单 我觉得所有人都是自己会想 所有人都是有脑子的啊 不用去教育 然后呢咱们说回来 然后我看见有些个频道啊 一个个的啊 就是比如说吧 这个秦先生啊 整个的那个频道的气氛就像过年一样啊 这个喜气洋洋啊 这个其乐融融的 然后的话呢 这个和他的这个粉丝啊 这个连线通话显得是无比轻松吧 我大概啊 我实在是时间听不长啊 这个耐着性子 大概听了那么 有那么这个十几分钟吧 实在是再往下就听不下去了啊 基本上呢 我听出来几点 第一点的话呢 就是这个话里话外啊 这个透露的一种信息就是 你像那个美国啊 这个整个北美 包括全世界吧 这个打的是mRNA的这个疫苗啊 好像觉得这个才是更好的疫苗 才是真正的你能够去勇于啊 他们是观点是勇于开放国门的这个基础 中国现在没有开放国门的 因为你打这个疫苗不行 什么那个对吧 这个康希诺什么那个灭活啊 就是就是你对你疫苗没有信心啊 这个你看人家打了这个mRNA不就开放了吗 对吧 不就死成这样了吗 对吧 但后半句是我家的 然后呢 这个是一点 还有一点就就透露出啊 他们对于这个疫情的这个怎么讲 对于疫情的这个治理模式 大家意见的分裂 甚至是撕裂 他们得出了一个决论 就是说这个目前啊 大家对于这个疫情的这个态度啊 就是说或者说吧 这个中共啊 对于这个疫情的态度啊 依然是把它当成一个政治的这个目的 在进行着所有政策的决策 完全没有说这个东西啊 是一个从科学本身的这个结论去说啊 这个那个啊 什么的 就这种东西的话呢 就是怎么讲 你你只能啊 就是在你某天啊 这个吃的非常饱的时候啊 稍微看那么几分钟吧啊 时间看不长 但是我只是想说啊 这个你看这个随着这个上海疫情的这个蔓延啊 每个频道都在过年啊 这个骂上海的呢 说实话 或者说吧 这个 找到这么一个机会啊 他非要这个撒撒气不可 对吧 包括我自己社区里面我也贴了 就是来自于这个某一些啊 身上背着 背着键盘的一些青蛙群啊 在他们的群里面 写的很清楚啊 就是你 发满多少多少条信息 然后的话呢 只要是你说这个 装着上海人啊 骂外地人的啊 只要是你能够挑起这个事端 最后的话呢 他们能够从中得意啊 就能够换钱了 150块呢啊 这个购买很多的这个宝露啊 这个牌子的这个小饼干啊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吧 但是呢 这个有些人未必是不明白 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面比谁都明白 但是啊 他就是找到一个机会 他要骂上海就骂了 甚至我今天听到有个网友 跟我说啊 但不是跟我啊 他是在这个 在这个连线的节目里面说啊 他说这个地狱黑不哪都有吗 你上海人有必要吗 把这把这东西单独拿出来说 广东人 人家一直说他广东人啥都吃 对吧 东北人 人家一直说东北人怎么怎么怎么 对 你说的太对了 我就爱和你聊天啊 你下次一定要来和我连线啊 我就爱和你这样聊天啊 但是我想说啊 地狱黑和地狱黑那能一样吗 他现在是什么 他现在是把这个东西和政治挂钩 直接说你是违背中央的意志 这个大帽子扣下来你受得了吗 其他的地狱黑有这个附加的性质吗 包括张文宏 说他这个买办 说他那个小小资产阶级的那种什么什么作风 这个大帽子你是要把人置于死地啊 就类似这样的东西 你觉得只是地狱黑三个字吗 你再说一遍 我欢迎任何人的想法 对于上海对上海抗议 对上海人任何想法 随时欢迎你来找我联系 因为油管的话呢 我看了一下 反正也就上海大夫的话呢 真的不多啊 所以啊 有任何想和上海上海人想说的话 到我这来吧 欢迎你 老徐永远欢迎你啊 都在说上海人如何排外 说实话 我自己也说了 我看见那些个小家子气的上海人呢 我也我也是看不过去 但是大家扪心自问一下 上海人都那么卑鄙 都那么端不上桌 难道外地 都是那么的心胸开阔 就没有羡慕嫉妒恨吗 就没有自己做的不恰当的地方吗 为什么我身边的朋友 大量的都是外地 超过上海的呢 其实人和人不讲究哪儿哪儿的 我早就说了 地狱黑没有必要啊 提这个东西本身是很愚蠢的 因为14508不得你 就是现在为了这个地狱啊 吵来吵去吵来吵去啊 他们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 一些个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性 只要让你小团体化 只要让你越来越分裂 它可以是地域上的不同 对吧 可以是文明程度的不同 可以是这个民主主义 甚至可以是 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 对于这个防疫抗疫的这个态度的区别 他就是能够 他就是希望能够分化呢 这个东西还还需要我来提醒吗 但是为什么大家有些人 还是在这个里面啊 吼得那么生死里结的 一定啊 要把自己这个 把自己这个 好像这个气啊 要彻底的给他撒 撒的这个 彻底是撒干净了 他自己好像觉得才过瘾 因为这里面的话呢 其实就像这个以前有个笑话啊 有一个老乡说的啊 就是我真有两头牛 就是这个逻辑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个记者去采访他 你如果有一百万 你会捐多少钱 老乡说九十万 你如果 你如果有这个 比如说二十五公斤的黄金 你愿意捐多少钱 我愿意捐二十公斤的黄金 你如果有一头牛啊 或者说 如果你有两头牛 你愿意捐多少 他说我一头都不捐啊 为什么 因为我真有两头牛 因为这次是真的关系到 每一个人的利益 注意我说的是每一个人 不是说光是上海本地的居民 而是每一个人 江星比金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我是一个这个 辽宁 对吧 铁岭的这个老乡 那我肯定我是不用说啊 我肯定也是 一百个赞成 就是绝对是要清零 没有任何的这个余地去讨论 任何的那种尝试的 一会儿我会告诉你 其实从来就没有讨论过 最早提出来所谓共存的 那个都是谁在说呢 你不知道你着了这个敌人的道吗 你听见过有一个国内的专家 在主流的媒体上 他敢说过这个现在要共存 甚至哪怕是试验 有一个专家在官方的媒体 提过一次吗 你找得出任何的证据来证明吗 没有说这个话的都是谁 都是一些海外媒体 或者是海外海外媒体的一些中文版 没有一个专家说过 根本不要说上海本地了 谁敢呢 我就问你你敢吗 你是专家你敢吗 根本不要说本身 说出这个话也是反制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 你要看你说的这个话的对象是什么 以前的话呢 我们说这对象是新冠 但是是阿法和Delta病毒 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 但基本上的话呢 这两个是时间都是最长的 演化到现在呢 已经变成奥米克戎了 他和之前我们这个 这个面对的这个敌人呢 不一样 奥米克戎的这个传播速度 超乎你想象 你像上海今天查出这个无症状 一万三 确诊的病例是两百六十几个吧 大量的这些人的话呢 其实都是在闭环里面 就是在这个之前的这个普筛里面 或者之前已经是做过密接 已经是被送到这个隔离地点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 这个方舱也好 或者你知道这个隔离中心也好 都是在这个闭环里面被发现的 所以社会面其实没有扩大 反而你现在筛出这个数字啊 对你以后的这个这个 分批的这个救治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我想说啊 依然的话呢 你要知道啊 就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啊 依然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涉及到每个人利益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次说句实话 原生伤害 次生伤害 前两天的节目说了很多了啊 不再赘述 承受着这些东西的人 他叫上海人 上海这座城市 他能够建设到今天和全国每个地方离不开的 光靠上海 你上海是谁啊 你是孙悟空吗 每个人都是七十二变 和全国每个地方是离不开的 但是上海我想说他有自己的城市文化 就是专业精神 就是敬业 就是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 你本身 你说你抗议也好 你说你这个哪怕是 你做你这个专业的这个准备工作吧 保障民生也好 保障你其他的这个社会的职能部门也好 一直就是是以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这次呢 我觉得走了样呢 而且是出了一个这个大球 为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啊 其实是大家想法是出现差距了 首先我自己看到的数据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再重复 以我看到的数据的话呢 我真的觉得我没有道理去不相信那些比我更专业的医生 尤其那些已经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工作过二十几年的医生 我没有理由觉得我自己啊 到听途说 搜搜了这个三篇文章啊 听了五个节目 我就觉得我比他懂了 他说什么我还是会听的 就就那么简单 不要拿你的这个兴趣爱好挑战别人的专业 他是医生 他说出这个话来 我觉得有分量 我愿意听 有些人呢 他觉得说啊 你这个话不管对与错啊 首先第一个场合问题 第二个你这话周全不周全 第三个问题 你这话会带到 会引起那种连带的那种结果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东西我不能说你说的完全没道理啊 但是我想说这个东西没有一点政治绑架的味道吗 还有你要知道为什么他这东西这次会引起那么大的抵触啊 首先你今天跟我说的所有的事情是建立在动态清零对不对 但是我想说动态清零就一定是对的嘛 尽管我本人也很支持我到现在还是动态清零的这个坚定的这个支持者 但是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你支持你一直以来你支持的这个东西就一定是科学的呢 你不知道啊 没有一个人知道 因为奥米克戎是新的 新的一个变种病毒啊 他现在已经是BA.2第二代的这个变种病毒啊 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 他的RO有说9有说10的 最高有说有说到12的 但不管是几 反正这个数字翻流感好几倍 但是他的毒性却是不如流感强 当然我看见今天这个吴尊友啊 这个也是我们的专家啊 他说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中国目前这波这个奥米克戎显示出毒性不强 不是奥米克戎毒性不强 而是啊 奥米克戎毒性降低是事实 同时的话呢 你的这个疫苗注射高 也不要忘记 两个东西加起来 你展现出来的啊 就是毒性不强 没有一个重症 他两个东西是加起来的 这个话我就我就觉得讲的很客观嘛 对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 你没有你没有看到有一个重症 这个就是现实情况 而且确实确实是 如果你看过我这个周六的节目啊 你确实是确实是你会听到啊 也是会在一线的这个工作者的这个亲口 讲述中啊 你会听到 大量的那些无症状 10天以后 15天以后最多了 身体好的可能就三到五天 什么都没有 就是阳转阴 就是变成一个健康人 而且和之前的那个Delta不一样的是 他的这个五官 五官的这个嗅觉啊 什么的 好像也没有听到 有任何的这种损伤 有人说啊 你又为言耸听了 你这东西 你这个东西的话 让大家放松警惕如何如何如何 我想说啊 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问题是 你要知道 我今天说这话 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谁家没个老人呢 很简单的道理都在担心 谁家里没个老人呢 都有 但是问题是 普通老人的这个命也是命 新冠的这个 就是为了预防新冠 对吧 躲在家里的老人的命也是命 都是命啊 你怎么去权衡呢 我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 以目前上海的这波疫情 其实可以考虑 你有一些 如果实在是人数太多的话 你可以考虑居家隔离 你未必 你现在的这个速度 是跑得因方舱的 就说说反了啊 用你方舱的这个速度啊 跑得因你这个奥米克隆的 未必 也许跑得因 也许跑不赢 我们不知道 你以为香港 他这波的这个失败 仅仅是因为没打疫苗 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打了 但是为什么那些年轻人也得了呢 但是大量的其实也是这个无症状啊 或者说就是毒性很低啊 就是奥米克隆船的太快了 你到底是不是跑得赢这个 不知道 而且有没有必要 不知道 但是我信谁 我信医生了 因为它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就这么简单 永远我只会相信科学 这个就是我的立场 你问我是清零派 你问我是共存派 我早就说了 我是天马流星派 我是菠菜淡奶派 没吃过吗 很好吃啊 科学这个问题该怎么做 我就支持该怎么做 有人说 你理论上说的好听 什么在这个小区居家隔离 对吧 哪怕你能够做到这个监管 保证不让这个人出来 假设这个人的道德水准也很高 不会那种半夜三更偷出来啊 这个东走西窜啊 假设就是都是道德风险不存在啊 假定每个人的道德 道德的这个水准都很高 你监管力度也够 一天一测 一天两测 但是你也不能保证你的这个下水 对吧 排出去 没有这个气溶胶啊 没有这个下水道的这个排水 会这个污染到整个环境 你说的太对了 所以我就说有这样这个想法的人 下次一定要来和我联系啊 我等你 但是我今天我先简单回复一下 你说的对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你提出这些话的依据是什么 是你觉得那些东西是有毒的 对不对 好 你觉得那些东西有毒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你告诉我 是奥米克隆吗 你见过有一个专家说奥米克隆具有同等毒性吗 你不知道 对吧 你说的那个话是两年前的话了 当时还不是delta呢 当时是alpha 对吧 当时甚至都还没有用这个希腊字母再给他这个冠名呢 就是最最最原始的那个新冠病毒 我们还叫这个这个就是new covid嘛 对吧 还是这样来叫的 新冠病毒 没有一个这个希腊字母 后来他有变种了 才是alpha 什么什么这个epsilon啊 什么什么delta 你当时说的那个是老黄利的 包括这个整个的后遗症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要跟你强调这个 因为你又在用政治挂帅了 你说这个东西 我可以理解你紧张的心情 我已经说了 因为这个这个事情里面 每个人他其实自身利益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说这个话的立场是什么 我是觉得 上海本地老百姓的命也是命 因为今天是隔离的是上海本地的老百姓 不是你头上长脚 不是别人都可以隔 你不可以隔 你要知道你要保障一个理论上三千万 谁知道他有多少人呢 上海一个城市的人 我就跟你说 跟一个加拿大一个国家也差不多了 加拿大一个国家也就三千多万吗 互漂你不有有有有得 有个这个五六百七八百万 这不很正常的事情吗 说到这个我就必须说几句这个浦东买菜了 有人说了 上海人这个在隔离期间啊 这个只给本地人发菜 不给外地人发菜 如何如何如何 我一听啊 我不信啊 我问了几个朋友啊 都是说胡说八道 但是啊 然后呢 这个算是有一个和我关系还不错的一个北京的这个播主啊 他说他看过一个浦东的视频 我今天去找去找了 找来找去被我找到了 然后呢 我想和和这个看过这段这个浦东的这个居委会啊 不给那个外地的居民发菜的 就觉得这个上海在隔离期间不给外地人发菜啊 我想对这这样的人说几句 首先第一个啊 你们今天做的事情和那个天津人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因为你把一个东西啊 断章取义拿出来来问我是非了 很简单 就像我可以说我老婆长得漂亮 我也可以说我老婆很难看 两句话都是对的 对吧 有时候可能说化妆没化妆 衣服穿没穿 可能说你两句话就是都是成立的啊 当然这开个玩笑啊 我只是告诉你 你没有办法去把一个人的一句话 夸的拿出来一听 你就给这个人对吧 割一个结论 尤其还要戴一个高帽子啊 这种做法是非常幼稚愚蠢又危险 尤其你要用这种手法 你去对待一个医生 尤其在这样的这个流行性病 还没有功课的时候 你等于就是在自掘坟墓 那些个独轮运 那些个BBC啊 什么病友话 巴不得你就这样去做呢 你知道那些背着键盘的青蛙们 看到你这样做 他有多高兴吗 最后说回来 说几句普通那个买菜的事情 首先第一个啊 我就告诉你几件事情 你听完以后 你自己去判断 这个视频 真和假 在我社区里面 我已经发了 最近的话 整个1450 公关的方向 就是上海这波疫情 利用制造地狱的这种 这个分歧 地狱黑 地狱冲突 地图炮 假扮上海人 这个显示炫耀 骂外地人 反过来的话呢 一样啊 这个假扮外地 在上海的市民 拍几张这个烂菜烂液 上海这个政府仿佛 记住仿佛工作不利的这种图像也好 视频也好 然后呢 拉一波仇恨 下面很多人都在这个控评啊 都在跟帖队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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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爸爸怎么怎么怎么 我就告诉你真实情况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啊 你像那些个这个 这个怎么讲的 就是说有些小区里面吧 他一个一个这个一户人家里面住了七八个人 甚至十个人的 你知道吗 这个叫群租 不是没发 他发的话 发一户人家就是正常的这个三口之家 可能说够你五天量 但是那种东西发进去 他一个门里面住了七八个甚至十个人 这这根本就不是一户人家呀 你发给谁 发给张三 过一会儿 李四一看张三有了 我也去要 好 又去要了 你觉得像这种情况的话 能给他吗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还有遇到大量的一些情况 就是小区 他在做普筛核酸的时候 那些外来物工人员 他不出来 因为有些人没有四十八小时的核酸 或者有些人 他可能说每天在 这个各行各业里面接触了一些人 他可能知道自己是阳性 我不是说所有的 我说有一些 他可能知道自己是阳性了 我就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情况 一家七口人 就在上海敏航区 一个小区名字我就不说了 京都路那里的 七口人 这个七口人不是一户人家 是一个群租的 他发的那个消息很可笑 说我们一家七口人 目前没有饭吃 整个就要饿死了 每天只能喝米汤 我就想说你一家七口人 之前政府都说了那么长时间 要储备储备 你不储备 你觉得正常吗 这是一个正常人类说出来的话吗 第二个啊 你一家七口人之前做核酸的时候 他可没出来啊 不是没出来 而是他做完核酸以后 他就没有主动汇报 因为最后发现了 那个一家 一家这个七个人里面 就只有一个是阴性了 六个全是阳性了 最后怎么出来了 要领菜了 出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啊 居委会有自己工作的方法 他不是不发有先有后吗 他用这个方法是让那些 不肯主动出来的人 你要出来 就这样 我看到的所有的上海的居委会 绝大多数吧 我不敢说一万个人里面 一个这种事情都没有 绝大多数 怎么可能会故意要去 好像欺负外来的这个省市的人呢 可能吗 你看看现在上海是非本地户口的人多 还是本地户口人多 你看一眼 这个你就知道了 不用我说嘛 怎么可能呢 上海现在的一把二把 他是上海本地人吗 怎么可能会上海是仅仅倾向于本地的 好像欺负外地的 不存在的 这些东西全是胡说八道 不要啊 被那些1450轻易的就带了疯 最后结束我今天这期节目前 我再回到张文宏 稍微说几句 张文宏有没有说过共存 我大概六个月之前我就做过节目 也许更早 也许更早 张文宏说过 但是他是在2020年 2020年的事情 你不能把它拿到今天来说啊 2020年的时候 你知道美国总统叫拜登吗 你也不知道吧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还会有一个东西叫奥米克戎吗 没有人知道 你是在2022年才知道的 对吧 2020年当时 没有人知道这个新冠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 他是一个对国内行业内的算是一次这个说明会 一个seminar 一个人在上面讲 讲了一些这个回答大家对于新冠未来的一个走向 归根结底 他是想引起大家的重视 一个医生 你问他这个东西会不会共存 我告诉你 张文宏就是从这句话开始 我开始尊敬他了 之前他说的那个共产党员先上 没有引起我任何的生理反应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OK 你是一个这个sorry啊 你是一个这个实话实说的人 我很欣赏你 但这种话 怎么讲呢 没有引起我的这种尊敬啊 但是他说这个新冠会共存 这句话引起了我的尊敬 我从这句话开始 我尊重他了 为什么 他是一个说实话的人 尽管这个实话会伤人 尽管这个实话不好听 但是我就是要听 你作为医生 你如果今天跟我说 你这病毒是不会共存的 我绝对不要听你的 你这种胡说八道的话 病毒当然是共存的 你现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 你告诉我 除了中国 哪个国家不是共存的 如果这个世界上 这个地球上 只有中国靠着自己 最优异的这种防疫的措施 把这个病毒啊 一直是挡在国门之外 但是你并不 矛盾与整个的这个现实 就是已经共存了 难道他有说错一个字吗 他说的是这个现象 客观的现象 就是会共存 有说错吗 我当时在做节目时候 我就说了 没有说张文宏是 让大家放弃抵抗 不要去打针 不要打疫苗 每次他自己作为一线的医生 不断的三令五身的 不厌其烦的 告诉大家疫苗的有效性 我就想说几点吧 那些个骂着张文宏买办的人 那些个说的张文宏是 舔美国的人 你看过张文宏几篇文章了 我不相信 有一个非上海本地的人 会比我更关注张文宏 因为上海本地出了一个 这样的医生 敢说实话的 对吧 不多的 从他开始 被大家关注了以后的话 我就告诉你 他个人的微博 他个人的微信的公众号 他个人的微信公众号 可不是叫张文宏 是他医院的名字 包括说 他做的一些演讲 整个的每次电视新闻里面出来 关于疫情的走向发表的一些意见 包括开的新冠疫情的上海的这个新冠疫情的新闻发布会 那些人看过几次呀 嘴一张张嘴就来了 张买办对吧 什么什么什么 还有些人说是是不是拿了钱呢 什么的 我真想说要不要你的脸呢 你就上嘴唇一喷下嘴唇 什么责任都不用付 人家呢 人家几十年的这个心血可能就毁于一旦了 他去年经历的那个风波 不用我重复了吧 都是一些什么货色呢 要不要脸 最后我想说 今天 我在这儿啊 说张文宏是什么什么 你说张文宏不对 他其实是什么什么 对吧 我说上海整个抗议 其实是什么 你说不对 上海抗议 其实是那个那个那个 都没有意义 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什么 我今天想说的是 整个的这种意见的撕裂 舆论的这种 带起来的不应该有的这个风向 是因为整个的中国最近两年多以来啊 说实话 大家整个脑子都被洗坏了 因为目前整个的舆论非常的极化 非黑即白 所有的事情都要一个政治的一个表态 都要用政治的眼光去看待所有 不应该用政治去看待的问题 所有人的脑子都要已经变成神经病了 搞得本来这个抗议什么就很紧张 对吧 然后你再用政治的眼光去一看的话 那完了 你每次用政治的眼光去看的话 我告诉你 永远找得出理由来 对吧 你只要开放 你要说共存 你要死那么多老人 你负得了责吗 你要封城 你要这个你要那个 经济毁于一旦 你负得了责吗 5.5你还要吗 你永远可以有理由骂人的 你要这样的话 我就告诉你 你已经毁了 整个的舆论没有任何的空间允许存在不同的声音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最终最终啊 倒霉的人是谁啊 是每一个人 懂吗 你觉得只是一个城市的人吗 是每一个人 中国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 是因为中国学习西方的一些比自己优秀的地方 现在有些地方我们赶上来了 赶上来了 但怎么好像有些人就觉得 什么东西都是比西方好吗 西方的东西 为西方就是恶魔一样吗 这种傻逼一样的想法 还需要再不停的宣传吗 有些天津人他愿意这样做 因为他的那些频道的那些观众 除了五毛就小粉红 我估计平均年龄也大不过30岁 他愿意这样去做的话 你就让他去做呗 对吧 包括有一些一四五零也在里面 我看不停的在翻飞啊 如果你是一个想成为一个 有自己独立想法的人 你自己想想吧 觉得我今天是胡说八道 我今天是在给上海又一次的洗了地 还是我今天说的这番话 能够让你记住一句两句的 你自己想想吧 如果不是最近整个的这个两年多以来 整个的这个舆论空间越来越小 言论自由越来越小 有客观原因我就不说了 对吧 统战对吧 怎么的可能说 二十大之前笼人心 这个咱们就不展开讲 但是现实就是 目前整个社会啊 对于不同声音是宽容度是 几乎是零 这个东西最后造成的现象 就是人的头脑啊 越来越低能 你喜欢吗 OK 嘴里边 反正我不太喜欢 好吧 今天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 还是希望大家养成 自己思考问题的角度 好 谢谢